登顧 你先啊 Gon,你先也不用讲嘛 你笑欸 去意识就是我姐交了新的朋友 我已经不要我的老朋友了 就是刚刚那位 我从来没有承认过我是他的朋友 没有什么老朋友 修罗场是一个修罗场 是老队友 没有朋友 老队友 这是同僚关系 我好难过 以前都是服侍皇后娘娘的 我本来还因为我的喜新厌旧而愧疚 这样一看我一直把她当成朋友 她从来都没有把我当作朋友 我好伤心 然后现在我去找她了 你愿意跟我成为朋友吗 这次MV 它其实是一个 有点奇幻感的一个MV吧 讲的是 我们 发传单的构式 那个传单上它有一句话写着 就是说虽然我们不是最好的 但是谢谢大家 差不多陪伴我们 在这个实现梦想的道路上 差不多这种意思吧 我觉得这个MV应该也差不多是这种意思吧 剧透一下就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都是这种 一米七多的人 然后 那可不 就是我们是怀揣着梦想的少女 然后 为了舞台梦而努力 然后小绵羊真好看 对 就是大概就是我们虽然是奔跑座 但是可以像星星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 我们是奔跑座 对 最困难的是可能就是读镜吧 就可能我们的经验还不够 所以说像读镜的时候 自己的表现力可能也会有些欠缺 但是看前辈像小绵羊 小绵羊就特别的帅气 就是又帅气又可爱 对 要学习 这次拍MV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自己 真的就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偶像了 就是感觉看到众多的小妹妹 然后作为前辈会有想照顾她们的心情 然后也会觉得自己是真的成长了 所以就很有感慨 给大家的感受就是 MV很好看 希望大家期待 就这MV 好看 优秀 Good Nice 去看 这次的MV是和以往我们拍摄的MV好像有些不同 它也不属于是那种比较性感的 也不是那种特别可爱的 应该是比较属于活泼 对 就是有一种各种元素合在一起 有一点点家居类 还有一点点那种复古类 这是我们拍过最轻松的一个MV了 我觉得又轻松又好看绝美 这个粉丝就想看我们漂亮的脸 这里面可多漂亮的脸 这应该是我参加过上次戎装信仰和绝不言拜 一次军序一次淋雨之后 这次应该是最唯美的一次有脸的画面的MV了 MV了 对 好再多一点走 对走 这次拍MV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大家拍MV磨合的过程 就是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嘛 就像相互增进感情 就像我跟李子 我们两个 一起进六期 一起军训 一起拍过两次MV 然后刚刚我想发照片给她 发现她没有加我微信 对 然后通过这次MV 我们就加了个微信 对 美女微信 太过分了你 我没有 不关我的事 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 两天拉我们过来那个阿姨 她有一只狗 然后那只狗特别乖 然后每次去找她玩的时候 都是很有趣的事情 狗子和狗子的故事 从总选结束那一天开始 其实有点觉得不太现实 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会达到这个 因为本来说就是 本来就是觉得自己不太有可能 但没有想到我的粉丝就特别特别棒 然后给了我一个C 就给什么要一个C位 就终于不是 因为以前是替补嘛 然后一直是替了很多前辈的位子 然后才能站在前面 但是自己的站位就永远都是站在最后面 这一次是粉丝送了我一个能站在C位的机会 然后就觉得很幸福 然后就拍MV的过程也特别特别开心 然后还认识了很多的漂亮妹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